请了律师之后就会后悔 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家里面当初是怎么请的律师呢 当初请律师的时候 是这么个样子的 喂 你是律师是吗 我小孩搞了什么事 然后现在进去了 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你小孩什么事进去的 那你来我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吧 当面谈吧 然后我父母就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呢 律师口中就是说的 我有多专业 我尽可能呢 帮你把这个事情给你弄得轻一点 怎么怎么样的 讲得天花乱坠 但是当你跟他签了这个协议之后 签了这个名签了这个协议之后 喂 律师啊 我小孩那个事怎么样了 小孩那个事 哇好严重哦 我得尽力帮你办 尽力帮你办 你不要慌 不要慌 过了一段时间 喂 律师啊 我小孩那个事现在怎么样了 会判多久啊 哦 我现在很忙啊 过段时间再回复给你好吧 过段时间回复给你 过了一段时间过了多久呢 大家自己去想 有这样的感受的 在评论去留言 又过了一段时间 哦 你小孩那个事情结果出来了啊 多久多久 如果你的亲属 见到了判决书 自己去看一下 律师辩护的词 法官采不采纳 真的 很多律师不是我说你啊 赚良心钱 每个人的钱都不容易啊 都是血汗钱 尤其是像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赚的钱都是血汗钱 知道吗 摸着良心赚钱 在这里不是说我不尊重你啊 摸着良心赚钱的人 我就尊重他 不摸着良心赚钱的人 我就不尊重你 在刑事案件 关于情欲事实方面 律师给你辩护的东西 法官会采纳吧 会不会采纳啊 心里面你打一个问号 知道吗 还有 这个律师给你讲了 一百个一千个辩护 法官都不采纳 直接一句话 你讲了这些理由 能不能成为你犯罪的借口呢 只要你犯了错 事实就是事实 也希望有缘刷到这条视频的啊 珍惜自由 谁的钱都不是大碰挂来的 明白吧 还有一些家属啊 尤其是在这个阶段 需要请律师的 也希望有缘 你能刷到这条视频 你对 请律师这个东西 有一个新的认知 明白吗 我 我当初我家里面 请律师换了两万 但是 给我辩护的时候啊 没有一句法官采纳的 知道吗 说的直白一点 你就是给我传个话 你还给我干啥了 我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讲 不涉及任何人 你就给我传个话 你还干啥了 是吧 我们需要留下来的 坐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